哈喽同事们今天能教大家画一只螳螂 螳螂在刻画的时候可以用花青条藤黄 占出它的身体的颜色 注意用笔的提案刻画出前方两个大刀 然后侧风行笔刻画出它的翅膀来 用一个黄色刻画出它整体的一个腹部 注意不要画出去 它的四肢在刻画的时候一定要张扬开 这样的话它才能够站得更加的稳一些 而且动态也会更加的放松 刻画上螳螂的触角再从它的大刀上缝 加上一些锯齿 把肚子上的纹路给它勾勒上 一只小螳螂我们就画完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关注我带你走进国画的世界